蘋果日報的人工 有從上面用手機回應下來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感到一個光臨 仔細觀看世界各地收集到的 香港蘋果日報備份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與文總參觀備份一座城市展覽 參觀最後陳時中也親閉寫下 卸下新房就是備份的開始 為展覽留下記錄 也同時提醒自由民主的台灣 剛才進來的時候 香港的朋友跟我們講 就昨日的新聞就是今日的歷史 坦白人大家看到1997 7月1號的報紙 那個信 大家相信的信 在那時候香港就已經卸下了新房 然後就變成今天的香港 我想就從那歷史真的是 香港信有明天 我看到那一篇報紙的時候 我感觸很深 那就是卸下新房 他以為他真的會有明天 結果我們看到才沒多久 在去年的反送中跟國安法實施 香港也不再是香港了 我們這邊只能看到這個備份 留下歷史的記憶 但是如果當初不要卸下新房的時候 也許今天就不需要備份了 所以我剛才看到那份報紙感觸很深 蘋果日報在香港發生大事時都會在頭版做出跨頁的版面 讓讀者可以撕下來當作示威標語 專長將這些版面懸吊起來 趁勢中走到此處也停下腳步 體悟港人為自己爭自由的過往 我想用這樣的一個意思的規則或相關的立法的一些程序來批評我們對民主自由的堅持 坦白講我認為應該要把這個高度再高一點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要想今天大家在努力什麼 是對一個民主自由體制的一個堅持 跟對自己自由民主的一個堅持 在展現我們的力量的時候 那對於相關的法規當然能夠快當然好 但是立法也有相當的一個程序 跟大家需要了解跟顧忌的地方 但是有沒有展現對於自由民主的堅持 對於這些施暴的人提出一些抗議 我想大家都會看得很清楚 我們大家知道 如果在心理上的建設不足 當你這個心防被破除了以後 那其實很多事情到後來都變成是 就無奈的就這樣子發生了嘛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報紙 建議感動就是 7月1號1997 7月1號 信有明天 香港信有明天 當那一剎那那個報紙登桌信有明天的時候 其實26年之後的香港其實就已經被看到了 備份一座城市特展是由備份香港策展團隊 用122份香港蘋果日報實體報刊電子檔 與文總共同舉辦的展覽 盼大家記住香港的歷史 備份一座城市就是以 備份香港蘋果日報為主 那我們主要這個整個的設計是想要講 重現紙本報紙的體驗 就是我們設計了很多光桌 然後其實是希望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也太沒有什麼拿紙本報紙的習慣了 但我們設計的互動就是說 你從報價那邊然後去拿到光桌上面去觀看這個報紙 是作為一個主要的體驗的設計這樣子 然後這個光桌同時也是當時有蘋果的記者來看 那他們說這是一個 他們在選報紙的照片的時候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在每一個光桌旁邊都有設計一個QR Code 那QR Code你可以藉由掃描APP 然後看到裡面的那個 因為我們主要的動作還是備份這件事情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報紙然後儲存下來 然後進行一個接力這樣子 對 然後就如前面講說的就是 這個辦這個展 香港的團隊說 他們其實不是想要台灣人去同情他們 他們其實希望是說 嗯 協助保留香港的文化 然後讓我們回想起香港的好時光 因為這個這個展覽的標題是 復復好時光 對 就是也要重新去講好時光這件事情的存在這樣子 然後也為備份香港這件事情 大家盡情做一個接力 從1995年的創刊號到2021年的最後一刊 在蘋果落下之後 這些薄薄的報紙成為歷史 透露的還有槓人對家鄉的一份情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好 感谢观看